明天FED要公布利率会议 回答又要公布财报 我上周的撰报就提醒大家 在这两个不确定因素之前 台股啊 它上下震荡的几率比较大 昨天台股大涨超过百点 今天果然就下跌了76点 就算台股今天是下跌 其实整个多头格局 它是没有改变的 投资的重点还是在悬股 比如说 我们送大家资料的股票当中 君华已经连续三根涨停 持续的再创新高 光盛今天也是冲涨停 更别提我们在节目上 不断不断跟大家分享的 哪档股票 川湖 川湖今天盘中一度大涨了7% 整个波段涨幅已经涨了50% 我们讲很久了 50%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赚到 另外我们还有一档盖牌股 被遗忘的AI 我相信很多人都猜到了 神机 昨天涨停 今天再创新高 波段涨幅也差不多的15%了 所以明天回答财报公布过后 盘市到底会怎么走 旁边上还有哪些股票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千万不要做过今天的节目 不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 欧洲标准 我是何吉鼎 超过20名投资经验 关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超盘策略 帮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订阅 分享 并加我的LINE AT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盘手 大家今天听到我的声音 一定觉得有点怪怪的 其实昨天就有人 在留言下面跟我讲 老师你的声音是不是怪怪的 其实我确实好像喉咙有点痛 然后昨天晚上打完盘后之后 我觉得头有点越来越痛 然后头只要滴滴的 头就会非常的痛 所以我又跑去看了个医生 因为我会担心影响到 这几天帮大家的解盘 最近真的身体很多不舒服 一下胃痛 一下膝盖有退化性关节炎 然后现在又喉咙头 所以咽喉炎造成头痛 那昨天就紧急去打了根针 那打针也是蛮痛的 打针之后吃了抗生素 现在好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的导播 他带了个防毒面具 在帮我录影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怕生病 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 坚持跟大家分享每一天的行情 这就是我对大家的承诺 这就是我最努力 最认真的分析师 好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凡事大家可能又觉得非常紧张 其实今天凡事在我们这个星期的周报 就已经跟大家分享 这星期有什么重要大事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周三台子集结算 然后再来就是明天了 明天要什么 凌晨 先是凌晨FED的利率会议 再来呢 早上盘前大概六七点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回答财报要公布了 回答过去两次的财报公布 哇公布完了 那个财报都是非常好 结果股价都是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那这一次在公布之前呢 股价先跌 坦白说 我认为啊 股价不会再次的开高走低 会开低杀低杀更低 哦不是啊 这是开玩笑的 我认为啊 上涨的几率会比较高 因为有前两次的经验啊 很多的投资人 都会在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赶快先把手上的A AI股先出掉 所以就造成最近 AI股就是持续的往下跌 跌跌跌跌跌 但是其实已经有一些买盘 慢慢进驻了 比如说像昨天的美超围 昨天的美超围啊 开盘之后就一路往下跌 一度跌超过了12% 11%左右 就尾盘就一直拉拉拉拉拉拉 拉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引线 我认为啊 这代表什么 AI的买盘它开始进驻了 那既然AI的买盘开始进驻了 这一波AI股在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先行下跌 修正了筹码 所以我认为筹码是干净的 回答财报公布之后 我认为顶多就是盘整 要不然就是喷出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那整体来看呢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投资股票最重要的什么 我跟别人哪里不一样 我看的是什么 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跟产业面 那总金面 基本面 怎么看 你要怎么去研究 总金面跟基本面的联动 有些人用基本面 他会用本益比 用比如说什么 股价净值比 那其实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没有赚钱的公司 就没有本益比 没有赚钱的公司 他竟然标的比 有赚钱的公司 更凶悍 那你说你如果纯粹用本益比 去买股票 你认为你抓得到那些标股吗 抓不到 好所以 总金面跟基本面 我建议大家是用 利多跟利空去看待 什么意思 就是你发现 如果说总金面 不管是PPI CPI 或是PCE 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 如果是利多 他就应该要涨 如果是利空 他就应该要跌 那我们要关心的重点是什么 当你发现利多 他不涨的时候 也许股价短线 已经到了相对的最高点 那反过来 如果是利空持续的往下跌 他却反而不跌了 利空是不是应该要跌 他如果不跌了 那是不是就利空不跌 那如果是利空不跌 后续再跌的几率就不大了 那你就不用担心 那大家想看最近不管是 PPI CPI 公布之后 其实说真的你去观察 大家去观察一下美股 美股也是维持在高档区间震荡而已 并没有太大的幅度的下跌 这一根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一根 这一根就是公布什么 CPI 那这一根是什么 公布PPI 你看公布完之后 好像每一次的公布 他就越跌越小 越跌越少 那这就是一个多头的象征 那你最担心什么 到底要不要升息 通膨有没有收到控制 我告诉大家 我昨天就跟大家话了 布伦特原油已经出现什么 KD高 股价 不叫股价 油价 油价没有突破前高 只有一个N头都出现 N头都出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今天的布伦特原油 我们看一下 布伦特 来布伦特原油 来布伦特原油 有没有持续的收黑 其实俄罗斯啊 最近我听说俄罗斯他们那边啊 在不断在海上那边偷卖油 所以你会发现 理论上战争出来之后 油价应该会飞上天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什么 俄罗斯在那边偷偷卖油 还有什么 有一个国家可以合法买俄罗斯的油 不会被美国制裁 那个国家叫做印度 说来也好笑 美国制裁了印度 美国不制裁印度 应该说美国不制裁印度 让印度继续买俄罗斯的原油 然后呢 印度又把这些原油卖到欧洲 卖到欧洲去 卖到亚洲去 那你说这跟 这个没制裁 一样嘛 那只是让印度的中间上 再赚一手而已啊 好所以油价会持续的往下跌 油价持续往下跌 它就持续的收到控制 那 那怎么讲 通膨 通膨就没问题啊 通膨没问题 今年一定会降息 降息的话 股价涨定了 在最后 我跟大家分享形态 形态的部分的话 来 我从 去年我就一路跟大家证明了 技术面最重要就是形态 有没有 我这边写很久 最重要就是形态 那为什么跟大家常常讲 KDD跟KD高 因为大部分的人 对于形态 比较没有办法 这么熟悉 所以呢 我认为 间接用指标 去观察形态 是最好的方式 那 不是你证明 我证明了 不是你证明 我证明给你看 来 去年 应该是去年的1月了 去年1月 我就跟大家讲 那时候 好多人很悲观 我就分享什么 头肩底 结果真的是头肩底 我连理论目标价都算出来 结果真的到了理论目标价 1万7200点 它最高最高 就涨到1万3000点 1万7300点 好 再来后续 我就跟大家分享 这一段叫做什么 钥匙不活盘 有没有 钥匙不活盘 那时候我教大家 你根据这个形态 要怎么 怎么操作 既然是钥匙不活 它就是区间震荡 区间震荡 你就是逢低买进 逢高卖出 你觉得它要跌下去 你觉得它走空了 你就是紧张买 你觉得它喷出 要赶快卖掉 然后后来呢 我跟大家讲 这种盘结束了 后来11月3号 我跟大家分享说 这是V型反转 结果从我讲V转开始 它就一路向上喷 喷出来到这中间 我说这叫做QK QK是什么 拇指继续形态 拇指继续形态完之后 我说它会再涨一次 至少到18200点 结果目前是18200点 但那个时候在V型反转 这个时候的操作方式是什么 我又跟大家分享 我没有用赌神的梗 我赌神都常常用什么 瑞士本票 所以我不但能拿出了巧克力 我跟大家讲说 你现在就是要收它 你现在就是要拿出你的瑞士本票 全部给它压下去 那你那时候如果听我的话 压下去的话 你随随便便买个0050 现在都大赚了 对吧没错吧 那个11月3号是这一根 一路向上喷到今天还在喷 那个时候指数才多少 那时候指数才16500点 16500点 现在是18600点左右了吧 我这样讲没错吧 全喷 那现在该怎么操作呢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大盘 大家就关心了现在的大盘 好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大盘 现在的大盘 来 现在大盘因为 V型反转的形态已经走完了 那我只能跟大家说 现在只要指数维持在这个跳空缺口之上 它的多头格局都没有改变 但是 现在不会再像之前的V型反转形态一样 那么凌厉的向上 它会震荡震荡走高 所以之前的巧克力 我昨天是跟大家讲 你不能整个 给它吃下去 你要什么 一半 还要 还要折太多了 你要一半一半的时候换这个 这个听说 Godiva这个口味不错 这什么香菊 香菊什么的口味 我是没吃过 他不给我一半 一半 可以了吧 一半 然后呢 再一半 你要怎么样 慢慢吃 你不要一次全部吃下去 你就是慢慢吃 你觉得震荡跌的差不多了 你就买点 震荡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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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小看震荡买点 你每次买点 合起来最后 还是会还原成一个完整的巧克力 这样了解 现在要怎么操作吧 好 所以整个国际情势 多头割局 它是没有改变的 再加上全职股 台积电 台积电我们可以看到 它回撤这个跳空缺口之后 它有没有填补这个缺口 这缺口没被填补 它还维持在缺口之上 稍微 下面一点点震荡而已 所以多头割局也没改变 你看我们早上也跟大家分享了 全球股市稳定 台股不可能自己走空 所以今天尾盘台股 如果AI相关类股不跌 可能是进场机会 但是AI股 有点跌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去做纯AI股 我们去买其他的AI手机相关的 再来呢 当然这是我早上盘前 开盘的时候 谢给大家 那如果你是我的团队成员的话 我写的更清楚更详细 我会跟大家分享说 回答财报会怎么样 然后我认为今天不太可能会过度的压低结算 果然今天跌幅没有很大 今天台股只有下跌76点 跟一般想象中压低结算的下跌 百点以上是差很多 上次是不是压低结算 跌了很多台股跌了很深 对不对 上次跌了很深 然后后来是什么 台积电法说会完喷出大涨 上次是不是结算完 然后台积电法说会喷出大涨 那我认为 明天 回答财报公布之后 很有机会会走中走 是说真的太超乎市场的意外 大好 那所有AI股应该就有机会走类似台积电法说会后喷出的走势 那所以重点呢还是在明天 好那再来呢 我知道大家都讲说 老师你都分享大盘 你有没有想分享个股 有啊 我之前分享的AIPC相关股票 是不是几乎全涨 全赚 那时候跟大家证明过 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我1月几号 1月6号 跟大家分享的 2024年三大主流 三大主流我分两次写 一次写什么AI跟能源 最后一次写车用 AI跟能源相关类股的话不就这些吗 你会发现 在那个时候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在上个月吧 这些股票几乎全赚 命中率100% 那现在呢 有少数的股票 瑞洋吧 瑞洋又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修正 那其他的呢 其他还是全赚啊 所以胜率是非常高 再来 后来这一次呢 2024三大主流 我又再分享了 在什么时候 1月13号隔一个礼拜 我马上再跟大家分享的 AI不是AI 2024年三大主流 车用最后一集 我就跟大家分享的车用类股 那这些车用类股又哪一些 你会发现太神奇了 我几乎全数命中 因为我看的比较远一点 也许你买的当下 它不会大标 但我问各位嘛 假设我跟你讲一讲股票 它是涨停板的 你又买不到 跟你讲也没什么用 然后有些老师又跟你讲说 你隔天震荡可以进场买 那万一隔天又继续涨停 那不是也没意义吗 好 所以我们来一档一档对一下 我们这个AI跟车用相关的类股呢 有哪一些 有没有赚钱 我们看一下 好 来 刚刚讲 刚刚讲那一张 是不是在这里 AI 不是AI 车用三大主流 有包含什么 新浦联发科 新浦 来我们来看一下新浦的部分 新浦来 6.1.2.1的新浦 来新浦 我们1月几号 1月几号分享 来再看一次 这是什么 1月几号分享的 来 1月 1月13号 是不是就是1月中 1月中跟大家分享 那不就在这附近吗 今天你现在回头一看 新浦 是不是都赚钱 新浦 有没有 6.1.2.1的新浦 1月中 跟大家分享 1月中间 是不是在这边 全赚 在2454的联发科的部分 来 1月中 跟大家分享的 放到今天 是不是全赚 在台新科 3265的台新科 台新科 1月中 跟大家分享 放到今天 从100块涨到 120块 涨幅超过20% 够赚吧 3706 来 3706的神达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 从1月中 是不是在42.5附近 放到今天 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小赚 没有错吧 多赚 再来第几档 泰帽的部分 再来看到神达完是泰帽 2230的泰帽 来 泰帽 1月中跟大家分享 来 现在是跌的 但是跌幅不大 对不对 跌幅不大 丑一可以吧 丑一 在百达的部分 2236 2236的百达 在1月中 跟大家分享 1月中 是不是差不多65块 现在 已经快要70块了 有没有赚 都赚了 你会发现 我跟其他老师 哪里不一样 其他老师跟你讲的股票 可能 很多都是高高在上 要么就是涨停 对不对 我呢 我都是逢低 跟大家讲 打底块要完成的股票 才跟大家分享 再看到 第七档 2233 2233的什么 雨龙 1月底 1月中 跟大家分享 看到今天 是不是从130块不到125左右 涨到今天 大概有140 今天收盘价是138 有没有赚 又赚了 又胜了 再来 一加2402 来2402的 一加部分 1月中 大概多少钱 33块多 一点点 现在是不是35块 是不是都赚了 你会发现 我这几档股票 我这几档股票 大概八档股票 不是大概 就是八档股票 八档股票 跟大家分享 1 2 3 辛普 联发科 台新科 神达 泰茂 百达 羽龙 一加 我现在 只有一档 表现比较差 其他呢 其他全赚 胜率够高 所以更别提 我们这一次 AI产业暴力的地图 如果你有看 我们这些股票的话 你会发现 农历新春 开春第一天 它是全赚的 然后呢 今天虽然会稍微 修正一下 但是你会发现 还是用很多股票很强 比如说像华星光 今天再创新高 新兴维持高档 军华三根涨停之后 再创新高 今天稍微震荡一下 涨幅还是超过30% 再来 还有一档什么 光环 光环今天也是涨停的 那光环你就说 老师 没有在你这里头 不好意思 就在我这遮住里面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直接加我的LINE 打开手机 详细扫描 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LINE 看到我的官方LINE之后呢 你直接回复我什么 AIMAP 你直接回复AIMAP 我就直接免费送给你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后面真的有一档股票 它叫做什么 光环 今天就涨停了 再来 加入我们的LINE 其实还有很多的好处 你看比如说 在1月23号星期二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说苹果Vision Pro 机箱要发售了 虽然说 现在好像有很多人说 戴得很久 那个头会很酸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的评价都是说 它是现在 现阶段里头 头戴装置最棒的一档 最棒的一个产品 它是不是有点贵 好不管怎样 我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类股族群 包含了仙境光 大力光 有灰跟华红 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的 1月23号 没多久之前 还跟大家分享什么 被遗忘的AI 不断请大家 不断邀请大家 一起来布局 被遗忘的AI 结果我知道很多人猜到它 你遗忘它了 我没有 我们还持续的加码加码 现在都喷出了 那不管 我们先看一下 Vision Pro的相关类股 你看一下 仙境光 这一波 我们1月底跟大家分享 大概是180块左右 一路向上喷 喷到现在 现在超过250 今天的价格是259 这样的涨幅是几% 超过40%了 还有有灰 有灰也是1月23号 跟大家分享的 有没有Vision Pro概念股 那时候大概是60块 涨到今天 67 67.5 是不是 收盘价是67.3 这样涨幅 也蛮大段的 好那有没有较劲看 有灰是不是有较劲 所以加我们的LINE 是非常重要的 还没加入的投资朋友 赶快加入 可以直接打开手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LINE 再来如果你要用 关键字的方式 搜寻的话 请打 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记得要用加好友 因为我现在 有些人就搜寻出 老师为什么找不到你 找不到你 因为我还没有在你心中 我还没有在你好友名单里头 所以你搜寻小鼠GD1788 你是找不到的 在我们那么用心 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赚钱的股票 对不对 赚钱的股票 胜率非常高 都是八成九成以上 所以你还能不帮我们的YouTube 订阅按赞分享一下吗 什么基本面 基础面 产业面 是不是统统都跟你分享 完全没常识 再来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要刮别人胡子之前 要先剃干净自己的胡子 我知道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就是广大技嘉伪创 辉达 相关的股票 是福气 最近走势都是 很丑 但大家想看 我也没有在农历年后 请大家去追 农历年后 没有去追 最近的持续的往下震荡 那要如何 我们会找到新的买点 新的买点 加码 可以带我们的团队成员赚更多 我认为整个AI的产业多头 是没有改变的 现在就是一个修正格局 筹码的修正而已 所以我认为 是不用太担心的 只要不要追高 比如说像我们技嘉 放到今天 还是很多投资 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我们的团队成员朋友们 靠着技嘉 还是赚百万的 那我知道也有很多人 会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今天哪一档股票涨停 我哪一档股票涨停 其实坦白说 最近有很多涨停板的老师的团员 跑来找我 我发现 这些团员手上 都有好多股票 都是被套牢的 那我心中就有一个答案 我知道为什么那些老师 手上有那么多涨停板的股票 然后每天都有 每天都涨不停 那我呢 我每天要找一根涨停的 都不见得会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 因为 答案就是 这些老师叫的又多又广 又多又广什么意思 他每天叫你买10档 每天叫你买10档 一个星期就有50档 那甚至他的清单会员 手上的股票可能都是8档 10档 11档12档 我看到最多的还有30档的 那其中就算有一两档股票 大涨特涨 那要如何 你没有办法抵挡其他股票的亏损 我这样说啦 我常讲啦 假设你有100万 你买了10万块的标股 剩下80万通通不是标股 而且你买的又多又杂 你这10万块的股票 就算涨停板9根好了啦 有涨停板9根的吗 有啦 很少啦 那以9根来看 你10万块赚9万块 你其他股票拉里拉扎的赔一赔 你可能还是倒赔 你根本就没赚 那我们的操作跟其他哪里不一样 我们就是集中布局 我们最多最多 我们团队成员最多就是三档左右 就三档 不会太多 你资金越大 我们当然会稍微再分散一点点 就三档 那如果你资金没有那么大 我们当然是集中帮你想进办法赚百万 好所以 涨停板每天就涨停板 那个又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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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 所以为什么我都比较喜欢啦 把什么 对账单拿出来 把我跟会员的对话记录拿出来 给大家分享 就是这样 好所以你会发现 最近啦 因为真的太多人来找我了 我发现有很多股票都是相同的 比如说这一档 资源 最多人跑来问我 最多加入的团队 新加入的团队成员 有这一档股票 坦白说这两股票 一下往下跌 跌得那么快 我认为后续 要涨起来是难度比较高一点点 再加上昨天的法说会 已经都公布完了 看起来这两股票 它就是会持续的往下跌 我觉得这两股票 很多啊 很多的会员可能 就其他团员的 其他老师的团员可能都追在这一根 因为你追高 你觉得 好像短线上去要喷上去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 追高它有它的风险 就它有可能怎么涨 就怎么跌下去 那你现在又中招了 该怎么办 该怎么处理 我认为啊 下一波 趁下一波反弹的时候 要赶快卖掉 换好股 才有机会 好再来九旗的部分 有很多来找我的 最近也都有九旗 我觉得蛮奇妙的 尤其是我认为 如果你手上是大资金的 你不要看到那种涨停涨停的股票 你就忍不住想去买 我问各位 这种股票量不够大 让你怎么买 九旗啊 我不要说多远 你看一下现在五档就好了 它最新最新 我那时候照到的五档 一档只有四张 一档三张 四张三张 那一张股票 是87.8块 也就说只要大概 八万七 不用不是大概 九万啦 算八万八啦 八万八就可以买一张 买一张 那现在只有四张在挂买 那几张挂卖 一张 五张 十张 那你随随便便很多 有百万资金 你光是有百万资金就好了啦 你百万资金你要买几张 八万 你要买十张才八十万 你可以买几张 大概买十二张 你十二张 你全部买进去 好不好 你就吃掉几张 你就吃掉三档了 那你叫一个会员吃掉三档 你叫两个会员吃掉五档 你叫十个会员不就是 冲上去的吗 那我觉得这样有意义吗 那等到要出的时候 怎么办 要出的时候到底是 A会员出 还是B会员出 还是C会员出 如果通通出 会跌停 会跌到死 中股票到底怎么买 中股票他不该买 没有量 好 那就像我们金利克也是一样 很多人说他有 很多人说他有 但是真的有赚到那么大段吗 这么大段吗 那其实涨到88%到90%的时候 我每天都跟大家提醒 我准备要卖 我要卖我要换下一档 我就是要换下一档 结果今天真的就跌停了 我们已经完全出清了 我们已经完全出清金利克这档股票了 赚80%以上 那我们上一波呢 我们上一波赚几% 我们上一波赚120% 两波加起来200% 200%就是这样赚 你看一下 我那时候跟我会员讲 你看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赚到110%的时候 我还跟我的会员讲说 我一张都不卖 这才是真正的操作方式 所以你真的要在股市上赚大的钱 第一个 你不要去追太高 比如像涨停板那种股票 那只能看看 没有办法买 你要买是买 震荡打底即将完成的股票 然后慢慢买 慢慢买 变成重压 重压之后一波向上 你就大赚百万 比如说像我们的黄黄 黄黄你看这边区间震荡打得多漂亮 它是哪一档股票 它就是窗户 我们就是在区间震荡的时候持续买进 有没有 持续买进 我刚刚不是讲的吗 巧克力要分开吃 现在不是V型反转 你不要一次吃太多 一次买 就是买 比如说买四分之一 我买四分之一吃下去 然后呢 它如果震荡再不跌 我再买四分之一 我再买四分之一 最后 你资金就会买满 你资金买满之后 喷出 就是全面性的大赚 全面性的大赚 你这样赚钱才有感觉 你看窗户 它有每天涨停板涨不停吗 对不对 没有 它只有这一根碰到涨停之后 就拉了一个小小的上影线 然后再高档震荡 高档震荡之后呢 这边又下跌了 这边下跌 我就觉得有些看图说故事的老师蛮妙的 你就这边买进 你应该要在这边卖出 然后撑它震荡的时候 这边再买回来 或者是这边震荡买 这边卖 这有可能吗 不太可能 但是我们 我们是根据KD指标 你看一下 这边KD指标快要收敛的时候 这边下跌 我不但没有卖出我的持股 我还怎么样 加码 我还加码买进 我加码买进之后 你看又再冲上去 有没有证明 2月1号是买在 1万 不是1万 1055块 1055块 是不是在1000块 这附近就是1055 又买进了 然后呢 就持续的向上涨不停 赚38%出不出 赚48%出不出 不出不出通通都不出 赚到42% 还是不出 赚到50% 不好意思 我继续续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有底气 我们的成本非常低 而且我有看 基本面 营收就是持续创高 美股营与持续再创新高 我不断的较劲 较劲 再较劲 来 这边呢 我就秀我们的会员Cotion给大家看 会员跟会员的对话记录 我这边跟我的会员讲 川湖冲到多少 冲上去了 你准备成为百万赢家 在还没他成为百万赢家之前 他的成本是多少 83810张 83810张放到今天 今天的收盘价是1285块 83810张 赚446万 是百万的百万的 再百万的再百万 这样赚钱才有感觉 在这个团队成员 这团队成员也是 坦白说 他这么多股票 我常常喜欢用他的例子 因为说真的 他只有我的股票赚钱 川湖是我的赚钱 川湖呢 他那时候成本是多少 943 稍糕一点点 但他也是买了10张 买了10张 以今天的收盘价去做计算 他也赚了342万 是不是 百万又百万又百万 那只有这样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技嘉 技嘉就算今天再怎么跌 他也是赚200万以上 台积电今天再怎么赚 他也是赚30万 加起来他快要赚500万 是不是百万又百万又百万 又百万又百万 百万目标有没有达成 有啊 那所以呢 你会发现 我昨天跟他对话 他说什么 我跟他讲 恭喜川湖再创新高 他说 非常惊讶 竟然能涨那么多 而且他有没有技嘉 有啊 技嘉也是啊 那我只问他 如果没有我 如果我没有跟你讲 说要持续的虚帮 你抱得住吗 你抱得住这么大的波段吗 你是不是抱不住 他说对了 承认了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这么多人需要我的帮助 为什么你自己 可能没有办法赚到大钱 因为 你有可能选不对股票 抱不住 抱不住就赚不多 永远都是赚到3% 5% 然后获利了结 赚个1-2万 赚个2-3万 缴个会费3-5-10万 这样有意义吗 完全没意义 根本赚不回来 那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其实高价股的筹码是非常稳定的 非常好做 那所以我认为高价股的部分 大家还可以留意一下联发科 联发科他是 AI手机 AI手机现在三星出了AI手机之后 未来大陆那边都全部都要推出深层式AI的手机 我认为这对联发科来讲是一大利多 在详细的部分也同样受惠于AI手机 对他高速运算晶片 好所以这边他有机会持续向上攻高 只是你一定要抓对买点 那普瑞我认为最近走势也非常淋漓 这个缺口注意一下 这个缺口如果回补的话 也许是另外的进场机会 那讲到这边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老师高价股跟我没关系 高价股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买一张 那你为什么坚持要买一张呢 坦白说你买100万赚10%也是10万 你买200万赚10%也是20万 你买80万赚10%也是8万 重点是你买的股票到底会不会赚钱 会不会涨才是最重要的 高价股现在有盘中零股交易 所以根本就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很轻松的 小资组也可以很轻松的买高价股 比如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会员 我这个团队成员 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你看过年前 真的很想把股票卖掉入带为安 是老师一直提醒续报的 没有错吧 第一个我抱得住 第二个什么 一般来讲一般人 小资组不敢碰千元以上的股票 他跟着我买川湖 零股 现在通通都赚钱了 没有错吧 对不对 再来这个神迹也是一样 因为川湖都涨起来了 新加入的团队成员 我总不可能再去叫买窗壶 我当然是买神机 哇 他说神机可以加码 昨天还在 前天还跟他讲神机可以加码 他说神机的股息也太磨人了吧 当初神机买太快念了一堆 结果我就跟他讲说没有问题 然后呢 神机喷了 还好昨天又买两张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你看这都是一般人会碰到的问题 什么问题 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很难跨过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重压股票 你看我跟其他人哪一步一样 如果你现在手上有股票 超过五档 不要说五档 可能是八档 十档 十五档的 我可以跟你保证 北探极 真的北探极 以期你要买那么多档 我送你一个标的好了 你去买ETF好了 你简单买005 0 0 8 7 8 你都会赚钱 你不要买个股 你只要买十档以上的股票 我都建议你去买ETF就好了 好所以你要赚百万 真正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选对股票 重压布局喷出 你还要报了 我们就是有办法帮我们团队成员 一个一个一个都拉成百万赢家 比如说我们被遗忘的AI 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一月中一月底 我持续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猜到了 后来下跌以后 他有一段下跌的修正 他是神机嘛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段下跌的修正 就是在这一段 很多人可能又觉得 老师你包着什么股票 我猜到结果都输钱 自己砍掉了 自己砍掉了 我告诉你我没有砍 因为我知道这就是一个震荡 持续布局布局的一个好机会 就像我刚刚讲的 巧克力一个一个 慢慢吃 你慢慢吃 你一次买四分之一 两次买 就买一半了 三次就四分之三 四次就重压了 你慢慢买不是很安心吗 是不是可以帮你降低风险 我就是在区间震荡 我的专长就是 帮大家找好股票 在区间震荡 慢慢持续的加码 买进之后变成重压 一波相当全数大赚 百万 对吧 昨天涨停 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 今天再创新高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有看了几本面 营收才创历史新高 每股营育也持续创高 有没有交进 一路不断的较进 不断的较进 你看 一路不断的较进 我较进那么多次 会员当然很多张 这个会员赚最多了 他收盘价今天119.5 获利124万 是不是百万赢家 又再次成为百万赢家了 在我最近常举的一个例子的 这个团队成员 他1月6号加入我们的行列 那个时候买23档股票 23档股票他赔18万 赔18万 加入我们的团员之后呢 我主要集中在技嘉广达伟创 最高赚了364万 然后呢 是不是百万人家 是啊 那这两天呢 因为明天会大家公布财报 我说广达 我们调节一下 换成神机 有没有神操作 有没有神操作 换到神机 然后呢 就涨停 昨天还继续在加码 这是前天的 这是昨天 昨天继续加码 我是不是遮住 昨天没开牌 昨天遮住了嘛 那到底是哪一档 是不是神机 是不是一样的字 有没有 加码 加码 这马赛克是什么 神机小加码 恭喜神机涨停 昨天 对不对 他神机 现在连神机都已经赚21万了 所以你看 昨天的神机加码之后 直接现买现赚 涨停 没有错吧 这就是我讲的 你投资股票 就是要在区间震荡的时候 持续的布局 从小养到大 你才能大赚百万 那为什么我们能一直创造百万赢家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百万赢家 我自己每股本来也都赚百万 对不对 这都是对账单 这都可以证明的 大家都可以去查 都可以看我之前的节目 那所以从小养到大的话 最近 因为台电要涨电 涨电价 四月要涨电价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绿能的小标股 我今天早上打太快了 是X5XX 我少打了一个X 这档绿能小标股 你看一下 有没有像之前的神机一样 区间震荡 而且是落底 还假跌破 这边假跌破之后 这几天可能快要喷出了 我认为可以再买的时间点不多了 所以如果你这一波真的还没有赚到 我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行列 一起买这一档价格便宜 然后跟绿能有关的 现在又在底部了 KD指标从下面往上 刚出现KDD黄金交叉 可以值得大家持续的进场 重压布局的好股票 如果你这一波还没有大赚百万 你又看到我们的团队成员 一个一个一个达成百万的赢家 你想要跟我们一起达成百万赢家 甚至是千万赢家的目标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百万赢家的俱乐部 帮你逢低布局买好股 就算你手上只有股票 我也可以帮你换股操作 照样赚百万 让你晋升百万千万赢家 唯一的选择可以通过下面的电话 或旁边的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